这血液的照片上网来炫耀 台中线20多个少年 他们深夜骑机车 拿着铁棍冷凶器 把一个男的当街打到 头破血流 然后把被害人血淋淋的衣服 跟打人的过程照片都PO上网 最后嚣张的行径 网友痛骂 警方寻线逮到一个少年 还在追查其他的共犯 凌晨一点多 黑色轿车开进了庙前广场 灵性男子拿出木棍先驱赶少年 不甘心被打 少年马上找来十多名飙车的铜火 用铁棍及木棒 将灵性男子打成了重伤 虽然警方没几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但少年出手太重 灵性男子头部依旧伤很累累 案发地点的轿车挡风玻璃上 还留有一块被害人的头皮及毛发 就连打人的飙车少年 身上也沾满了血迹 夸张的是 他们不但把血液照片PO上网 还将打人过程写上部落格上炫耀 马上赶去处理 到达的时候已经秒受散了 少年在部落格写着 那个人被我们打到头狂喷血 之后我们还是继续打 字字句句 态度有够嚣张 警方将其中一名少年逮捕到案 并且扩大追查再逃的共犯 将依重伤害及杀人未遂罪 移送法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